你好继续TubeBuddy的教学 今天我要给你介绍TubeBuddy的 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叫留言回复模板 这个功能要用得好的话 可以极大的提高 你回复观众留言的效率 给观众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影像 你用很少量的时间 就能快速的批量处理 你的观众留言回复 在哪里开启这项功能呢 如果你已经正确的安装了 这个TubeBuddy安装的链接在底下 你点击这个插件的这样一个按钮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评论 comments 这就是你在YouTube任何一个页面的入口 从这个地方给点击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开你的YouTube Studio 在这个后台里头打开这个评论页面 安装了这个TubeBuddy以后 你就在这个评论的后面 能够有这样一个按钮出现 你点击打开它 就是可以使用TubeBuddy留言 回复模板的地方 比如说这条观众的留言 它是一个普通的反馈型的留言 不需要你特殊的处理 也不需要你回答它的问题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定义一个这样一个模板 我把它叫做谢谢观看 那么我点击谢谢观看的时候 我预设的这个回答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叫做你好 注意对方的这个频道名称会自动的显示在这个地方 我讲谢谢你观看视频并且留言 那我就回复 你看我不用打任何的这个文字通过键盘 我只要点击三个动作就回复了这样一个留言 当然这不仅仅是讲你只能说这么简单的语言 你可以一封短短的感谢信写在这个 这是我给大家只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好我们再看第二条评论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反馈型的这样的评论 那么可以也用这样一个模板 点击它再点击它再点击它就自动回复了 注意看这个时候用的是它的频道名称在这个地方 已经个性定制了 好那么当然你想要更多的回复模板的话 你就点击这样一个齿轮 齿轮就会把你带到Tubebuddy的后台 这个定制的页面 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去定制回复模板的地方 你看我这地方我定制了一条条目叫做谢谢观看 然后它这个语法是这样的你好然后这样一个大括号 然后里头一个n就表示那个频道的名称 然后大括号谢谢你观看视频并留言 如果我要来更改这样一个留言的回复模板的话 我就点击这样一个铅笔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欢迎下次下次回来观看我的其他节目 好你就可以保存这样一个回复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到这个评论页面里面 你刷新一下子 比如说我想回复这样一个评论 我点击它 你看谢谢观看还是刚才这个条目的名称 但是我点击进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了刚才更新的这样一个回复模板 就在这个地方更新了 我回复 你看就可以回复这一条 所以是相当快 当然你要问了 就是讲你这个是对一个反馈型的这样一个评论的回复 我可能是对提问的 比如说对所有的这种提问的观众的话 像老胡是怎么处理 我都是在周末的时候直播统一回复这些提问 我就可以创建另外一条回复的模板 专门对付提问 比如说我在这边加添加一个新的回复模板 我在这边添加 我就只要给它一个名字提问 然后我这个地方的回复的信息 我就可以讲你好某某 谢谢你的提问 我会在本周末的直播当中回复你的问题 谢谢 我只要这样一弄一保存 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回复的模板 但是注意了 对于一个TubeBuddy的免费的许可 它只能够让你创建一个 所以我现在这个的许可是免费的 我只能创建一个 如果你付了钱任何一个版本 你都可以无限制的创造 有好多好多这个情况 可以讲小小的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的不得了 分好几个层次 因为如果讲你是一个比较大的频道 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相似的评论回来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完全可以定制 比如说10个20个这样子的模板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有针对性的 看到这一类的评论 我就是回复2号 那么看到这一类的提问 我就回复3号 比如说老胡老语伦问 我这样子是否侵犯了别人的版权 我就讲谢谢你的提问 关于版权问题 欢迎你去观看这样一个播放列表 把那个播放列表放到里头 你可以想象到 这种定制模板完全是根据你频道的需要 你有极大的自由度去这样的设置 所以讲用好这样一个回复模板 对于一个大的频道来讲是相当相当的关键 平常如果你要是每一个东西都回复它 你会发现大量的重复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有用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今天介绍给大家 老胡特别喜欢他这样一个语法定义 就是你回复的时候 会带观众的频道名称 显得非常这样的个人化 对方有一种被尊重或者是被特地回答的这种感觉 非常棒 好的 不管你用的是TubeBuddy的哪一种许可 我都希望你开始使用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功能 谢谢你 我们在下一期的TubeBuddy教学节目再见